立委高志鹏最近看起来情场不太顺利 因为呢上个月的16号 有周刊就直集他的女友李婉玉跟前男友 也就是音乐人黄敬波 实质紧扣出现在夜店 高志鹏是在一年多前呢 经过了这个朋友的牵线 当时其实李婉玉早就已经跟前男友 包括了妥宗康 那么张克反杀前男友都已经分手了 但唯独就是黄敬波 仍然跟他藕断丝连 看起来连高志鹏都被蒙在鼓里 不过高志鹏向有人透露说 他自己结过婚又有孩子 所以两个人交往呢 并没有以结婚为前提 加上李婉玉他对于政治人物 这种忙碌的生活方式呢 似乎有一点反感了 那么李婉玉跟前男友有情缘未了 对高志鹏冲击应该也有限